嘿 大家好 今天是iGG 数码咨询部 随着华为 直续火热的情况下 一些旧款的机型 现在可以说是变得暗阳失色 有些机型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 META60这款机型在一些国外已经炒到了1万多 特别日本啊 偷偷的 向中国这边的市场购买这款机型 就像在本月的25号 华为又推出了 META60RS这款机型 更是把刘德华大明星请来了 价格呢 也是从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九 然后顶配的话是一万两千九百九十九 这样的行情 我相信黄牛如果继续炒的话 这款机型还会溢价再出售 太火了 真的太火了 导致这些机型摆在我桌面上 一些旧款的机型真的是 苦不堪言 比如拿在我手里的这款P30pro 曾经的王者 也是一万左右的级别 这款机型搭载的莱卡三色 还有潜望式的镜头 苹果十五破了麦克斯 爱三年才搭载的潜望式的镜头 华为P30pro 2019款的产品 早就完剩下的了 这款机型目前来说 1100就会搞得定了 外观的话 还可以达到9598型的一个状态 你想一下 不香吗 是不是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款啊 这款机型是Mate40 8加256G的 右白色的 很多人不喜欢Mate40pro的大曲面屏 那Mate40这款机型 小巧的外观 关键它也是有5G的功能 外观的话99型 右白色 可以给你直视的很高端 看起来对不对 我们再接触看下一台啊 这是一台Mate401 Mate401的话 256G 也才走2950就可以到手了 像不像你们自己说的算 然后再看一下这款曾经的王者Mate30 这款机型5G搭载麒麟的990 还可以升级到鸿蒙的4.0的系统 你们仔细想一下 才1600就可以搞定了 你们觉得呢 对不对 当然 如果你还要体验旗舰的Mate系列 比如说Mate40 拿在我手里这台就是最ok了 目前来说 这款机型也就在3000左右就可以搞得定了 你们想一下 搭载的80度的全面屏 高刷4个显像头 莱卡三色 还有潜望式的镜头 目前来说也是智能手机的佼佼者 那这些机型 你最看好哪一台 可以写在评论处 Ig间为大家分析点评